汪总 您回来了 您好 我需要一二零二的备用钥匙 谢小秋是我的翻译 有人说他三天都没有出房间了 所以我很担心 可以给我他的房卡钥匙吗 好的 这是门卡 谢谢 不客气 小秋 请问你认识谢小秋 谢小姐吗 她是我们GMF公司的女翻译 你们公司有三个女的 两个高个的 一个矮个的 你问的是哪一个 矮个的 张玛伟那个 对 有好几天没见了 以前常看到他出来跑步 这几天没见过 好 谢谢 反过客气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差不多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常来这边看电影 没有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 大概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常来这边吃东西 感谢大家 不好意思 咱们喽 好 好 所以 好 好 就是 我要 和我 男的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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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副王 喂 王总 过来接我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没有给水喝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就是失踪 先生 您冷静一下 王总 这样 请你立刻派人去寻找 这样吧 您再去四处找找 他的朋友 他的亲属 还有一些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您都一个一个问一下 如果到明天还没有一点线索的话 您再来 明天 他是外地人 来这边出差 这里哪有朋友 哪有亲戚啊 拜托 如果他被绑架 被抢劫了 被人贩子卖掉了怎么办 再拖下去的话 一定会出人命的 您冷静一下先啊 王总 您这样大吵大闹 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帮助好吗 您先回去吧 这样 今天您先回去 您先去找一下 如果还是没有消息的话 您再来 好吗 王总 小心 我说了 我可以的 王总 那个安妮是不是回上海了 他曾经说过 他弟弟会来找他的 有客人 可是我没有他的电话 那现在怎么办 不就已经成两点了吗 先回去吧 如果他没有回来 我们就在附近找找 好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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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小丑 小丑 你去哪里了 小丑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怎么冒船啊 我都想你了 现在到已经三更半夜了 你在外面瞎逛什么 你不怕被人抢被人卖吗 我没有瞎逛啊 我就去了一家酒吧 待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打电子游戏了 电子游戏 玩什么电子游戏啊 你出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我就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我一看手表 哇塞到两点了 我就赶紧回来了 那我问你 嗯 你为什么三天都不出房间 嗯 你觉得是抗议吗 我 我没有不出门啊 我 我是走 防火楼梯下来的 因为我不想看见GMF人 他们会说我是间谍 而且你想 像我这么有职业道德的人 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 给他们添麻烦啊 然后搞绝世抗议啊 你喝了多少酒 没有喝多少 就 喝了几杯而已 还没喝多少 你都站不稳呢 谁说的 我站得稳的 这是什么 酒的酒 拿杯子一起喝 你干嘛立川 那是我拿钱买的 一百多块 你不能再喝了 跟我回去 不是 我我我 我这样有点饿了 我们去吃小野 走 去吃吧 不许吃 跟我回去 你干嘛 你干嘛 我 天凉 稍冷 去哪儿 不是 我本来就体弱未虚的 然后刚才冷风一吹吧 我 我我就更虚了我 你还没想起来 不肯定 这儿就来了 我们现在很 начat 以后晚上这么晚了 九点以后不能出门 听见啊 知道了 知道了啦 进去吧 外面还在 就进去了 我的酒呢 酒还在那里吧 不能再喝酒了 那摸一下耳朵 摸一下 再摸一下就摸一场了 妈 你找我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芸的石油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谢谢啊 倒了算 空瓶子 我在找回收桶 不要再喝酒了 等你生病了 你就会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我知道审查期什么时候结束 麻烦是你自己找的 慢慢地候着 叶静雯 叶静雯 您好 有事吗 今天晚上自方有个酒会 就请了立川和邵华参加 他们需要一个翻译 要你去一下 您好 有事吗 不好意思 可能你还没太搞清楚 我呢不是王丽川的翻译 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有什么分别啊 这不都是GNF的翻译吗 我啊 是九通派来的 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工作 张总说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如果呢你想让我跟着王丽川 让张总给我打电话 并且同时通知我的老板萧关 这样说的话 你不是故意刁难我吗 是哦 那要怎样 谁啊 我 好啊 来了 那个跟你说正事啊 今天晚上自方酒会 你去参加一下 我的审查期结束了 还没有 本来是叫叶静雯去的 他突然说今天晚上身体不舒服 立川需要一个翻译 那这么说现在 我就是可以和建筑师说话了呗 你一直都是GNF的员工啊 我们并没有停发你的薪水啊 对吧 那么给你十分钟 一会儿车在楼下等你 对了 那个还有一件事 一会儿到了那儿 你替立川挡挡酒 为什么是我挡啊 我是翻译 我喝多了舌头不灵光的 立川她不能沾酒 你又这么能喝 发挥点你强项怕什么 好 行行行别喝了别喝了 留着酒我一喝 小秋这么漂亮去哪儿啊 工作 过好了 怎么 走吧 郎才女貌啊 真配啊 你沒去酒會啊 我肚子疼 不行啊 這 姐姐 Jack 自方的酒會 你怎麼沒去呢 是啊 他們這次只邀請了立川跟少華 居然的設計有頭緒了嗎 還沒有 不過Jack 這陣子別逼立川太緊 因為他最近身體不是很好 一直工作其實都是帶著病的 我逼他 我敢嗎 不過我要說的是 截止日期馬上就要到了 他都不急的嗎 還有什麼閒情參加酒會啊 我覺得 其實跟地方上搞好關係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對嗎 也許吧 李川啊 小剛 這位是女朋友 您好 我是王總的翻譯安妮 翻譯啊不好意思啊誤會了 李川中文這麼好還需要翻譯嗎 我的中文沒有你想像得這麼好 青蓮儀器的標準備得怎麼樣了 差不多了 這麼快啊 我知道你剛來溫州才幾天啊 對我來說不是很困難 你們呢完成了嗎 我們反覆修改 志在必得 哇 看來你們GMF和我們家園國際 會有一場猛烈的交流功 歷史還會再重複一遍嗎 謝主任 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GMF瑞士總部的設計總監 王立川先生 這位就是我時常跟你提到的 咱們招標辦的謝和陽謝主任 謝主任 王總 久聞大名元前一面哪 他聽了很多話 但也沒有機會見你 不敢當 外邦設計師才書學潛 對博大今生的中華文化 特別仰慕 王總過千了 我年輕的時候 你們瑞士有一位著名的華裔建築師 王宇航博士 應要到清華去講學 在陪同人員當中我舔在其末 王先生你認識他嗎 王宇航博士是嗎 他是我爺爺 王先生一家 是什麼時候去的海外 很久以前了 但我爺爺奶奶曾經住在北京 難怪他中文說得這麼流利啊 不敢當 謝主任 這位是田小剛先生 他是家園國際的設計師 老謝小剛 你們認識啊 我們認識有七八年了 按理說 謝主任應該是我和邵華的學長 沒錯 我們家園國際在溫州有好幾個項目 小剛 你應該請王總吃飯 你是溫州人 要盡地主之儀啊 那是那是 謝主任 小剛是本地設計師 GMF是海外兵團 評標的時候 不會區別對待吧 怎麼會呢 英雄是不論出處的嘛 你放心 競爭是絕對公平的 我們只是希望 青年一期能夠通過你們的設計 能夠成為溫州式文化建設的一個地標 怎麼樣 我們大家乾一杯 好乾乾一杯 來 李川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今天這麼高興 你怎麼能不喝酒呢 這不給面子呀 來 我來吧 謝主任 小剛 為了將來的合作乾杯 乾乾乾 乾 來 你怎麼回事啊喝那麼多酒 不是讓我替你喝的嗎 誰說的 誰讓你替我喝酒的 你的命不值錢嗎 都說你滴酒不沾都多少滴了 而且你也不能一口乾吧 有人特地的嘱咐 反正那兩個人很討厭 安朗一直比你喝酒 我覺得那個田小剛來者不散 我擔心他和謝和陽 有私下交易 現在政府打擊貪污腐敗的力度挺大的 而且那麼多雙眼睛盯著 如果真的有危機的事情一定會曝光的 好 對了 剛才那個謝主任說了兩個什麼聖誕詞 我 我沒聽到 什麼是圓圈一面 然後什麼是天才人禍 剛才他說的我不都給你翻譯了嗎 你解釋的我也聽不懂 王立川你什麼意思啊 你說我翻譯得很差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今天穿得特別漂亮 我 我有點走神啊 幹嘛啦 小球 小球 我四年前就跟你說再見了 你為什麼還不斷地寫電郵給我 我也沒有寫很多封啊 沒很多 一千五百封 最短三十個字 最多一萬兩千個字 我 那是為了 當成另一種形式的日記 因為我覺得愛呢 就是要和你愛的那個人 和你愛的那樣東西 天天地在一起 比如說你喜歡畫畫 你就想天天拿著畫筆 你要是喜歡彈琴 你就想天天地彈 你愛一個人呢 你就願意為他奉獻出你的幸福 你的理智 你的靈魂 因為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比你自己的自我更重要更跑大 真的 你這樣子做很不值得 我對你一點都不好 而且 我不配你這樣 專注地對待我 你對我怎麼不好了 我不告而別 我自自不悔 我們不是同一類人 我們怎麼不是同一類人 我是殘疾人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 你是不是 遇上了一些事情 然後 那個方面 出現了一點障礙 沒關係 李川 其實我真的不介意 因為我覺得 一切以繁殖為目的的愛情 都不是真愛 夫人我來幫你倒吧 好 這個很重 謝謝謝謝 您還要吃什麼東西嗎 我再要點水果 好 沒關係 小伙子 你的腿 怎麼了 受傷了嗎 我倒是認識一位 很好的外科醫生 是車禍 好 給您 謝謝 夫人我介紹一下吧 我是GMF的建築師 王麗川 這位是謝小姐 您好 謝小姐 好 這個蛋糕挺好看的 這個蛋糕挺好看的 放的什麼水果呀 夫人 您贈到了 真不好意思 我去幫您洗一下 好好好 謝謝 等我一下 謝謝 謝小姐 這位先生看起來 他是很喜歡你的 你沒看出來嗎 沒有吧 你看剛才喔 那個他的身體有些不方便 可是呢 他就不讓你代老 而是親自去幫我拿吃的東西 不是嗎 我 王先生很有自信也很能幹 如果他需要幫助的話 會直接告訴我的 對對對 我呀 見過的人多了 好人壞人 不好不壞的中間人 我都見過 你相信我的眼光吧 他呀 肯定是一個好男人 夫人您的眼睛 就謝謝你謝謝你 來來 謝謝你 作為對你的慰勞 謝謝 我呢 姓花 叫花香 是畫畫的 夫人 您是畫國畫還是有畫 你看我這個老牌 當然是畫國畫的 怎麼 怎麼了 不好意思 失陪 他可能是過敏了 失陪一下 我去看看他怎麼樣了 好好好 來 謝謝 怎麼回事啊 給你紙巾 那個蛋糕有芥末 有芥末你還吃 是啊 我怎麼知道有芥末 那倒也是 現在好些了嗎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你看看你現在 臉色慘白的 回到上海以後 一定要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養養身體 曉悄 讓開 請 請 我已經不再愛你了 你到底要我怎麼辦 我不相信你說的這些 拿什麼證明 戒指我扔了 照片我也撕了 你還要我做什麼 難道 我還親口侮辱你 你才會相信我嗎 你們倆怎麼躲這兒來了 照片辦曾主任在那邊 帶你去見見 好 走 我已經躲著了 阿亞 全都一人了 我還要 что 我什麼時候 都在 werse 喂 喂 姐 我是小冬 是小冬啊 在哪儿玩呢 姐 我跟肖大哥一起吃饭的 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啊 那个 你跟肖大哥在一起好好玩 然后 也别太麻烦他 听到没有 姐 姐 那个 先不说了啊 挂了 喂 喂 小冬 怎么了 我姐一定遇到什么事了 你怎么知道 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说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女孩子嘛就是心事多 不对 我姐天不怕地不怕 除了跟我爸吵架哭过一次以外 从那到现在就没哭过 跟你爸吵架 他这么凶啊 因为他以前的男朋友 他以前的男朋友 你见过没有 我姐因为那个男朋友 跟我爸大吵了架 差点跟我爸断绝了父亲关系 不过半年之后他回家探亲 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人 分手了 肯定是分手了 那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不清楚 但我知道那个人很有钱 就连我姐回家过年的时候 他都是坐着飞机的头栋舱回去的 我爸说 多半是被人家抛弃了 我爸说 多半是被人家抛弃了 我爸说 多半是被人家抛弃了 不怕我姐伤心 我什么都没问 你姐可真是受苦如瓶啊 来 吃这个 地道的上海菜 等你回广州就没得吃了 快吃吧 谢谢小大哥 我 你真是 天凉 收了 亲满 收了 亲满 你拉起的窗帘 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 傻笑无人的房间 盼我从不曾发现 小秋 小秋 想念我以后的读 你已经突然消失 听说这是一种眷恋 不 木秋涕的嘴里边 放着一叠旧心结 那些自立心结 调歌我们的昨天 不 我已经不再爱你 拿什么诈 这种人 照片尾思了 难道我要亲口误误你 你才会相信我吗 那些黑的 白的 山的 浅的照片 都画满我们懂得 近的 远的 近的 从前 很寒淡誓言 试过境迁 敌不过一句 抱歉 那些乐的 飞的 笑的 哭的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说不上什么怀念 你还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王总 这个是小秋下午买给你的 他这段时间在审查 需要避嫌吗 让我帮他送过来 那一切就心间 那一切就招片 那一切就招片 只是从前 从前的 从前 走 早 喂喂喂 我有点饭糊涂啊 小秋 叶静雯跟安妮 立川到底喜欢哪一个 他脚塌两条船不好吧 这个你都看不出来啊 要不是仗着有人喜欢 谁敢对立川这么凶啊 走吧 请 好 喂 龚伯伯 复诊的数据我已经看过了 不太好 骨髓库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啊 您应当劝他马上回苏黎市 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 那边的医生是最熟悉他的病情的 这个事情爷爷知道吗 好 我只是万转地提了一下 他很紧张 所以我没敢说得太严重 哦 黎川在温州的工作 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回去了 哦 那我也可以送一口气了 哦 你们有事随时来找我 好的 谢谢啊 昨天晚上怎么样啊 有没有擦出浪漫的火花呀 擦出什么火花 对啊 黎川差一点 一脚就把我踹进坟墓了 其实我现在才明白 我这些日子一直不肯放弃 只是我自己不愿意 接受这个现实吧 什么现实啊 黎川他根本就不爱我 这就是现实 而且昨天晚上 他又亲口跟我说了一遍 可是你知道吗 就前天晚上 他一听到你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就立马着急了 他一个人在街上 找了你四个多小时 找不到你啊 就打电话给我 后来还报警了呢 后来啊 我遇到了小傅 就是他的司机啊 小傅跟我说 他一个人满大街地跑着找你 找他走也走不动了 也不肯罢休 所以我的结论是 李川他还是爱着你的 烦死了 我本来都准备向前看了 现在怎么办啊 你要往回走啊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呢 李川是肯定喜欢你的 可是他肯定不能娶你 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咯 那你说 我跟李川的缘分 是不是已经尽了 小秋 是你的 就千万别让他跑掉 以前呢 李川远在天边 可是现在 他就近在眼前呢 他也爱你 你也爱他 难未娶女未嫁的 谢小秋 你要是这一次再不抓住他 他一定会溜走的 可是你觉得我还不够努力吗 我对他的坚持 都已经到了那种 令我自己都觉得羞愧的程度了 爱情吗 总是要低到尘埃 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 对不起啊 哎呀 哎呀笑一下啦 笑一个 您好房间已经打扫好了 哦谢谢啊 扶 好了 大陆 很酱 您好吗 正式 Knowns 肉 切到鮮魚 切成麥菜 煮到鮮魚 你别再喝酒了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酒了 我让医生开了些解决药 你拿着 你的关心我承受不起 借酒药来自不易 你要干吗 这里边这么脏 我告诉你 捞出来我也不会吃的 除非你跳下去 我跳下去借你就吃 你才不会跳呢 没有那么严重的洁癖 你干吗你真跳啊 立川你下来 下来 你真跳啊 摔到没有啊 你小心小心 慢一点啊 快手给我 快手给我 小心 小心小心 你现在就给我吃 你吃还不行吗 你吃两口 你还真跳啊 你脑子坏掉了 吃 我现在就吃 吃 帮我拿你上来 等一下 你先给我发誓 你戒酒了我就算了 我发誓我发誓 我和谢小秋终身戒酒 如果戒不掉的话 我就 就就就就那个五雷烘顶 天出地面 好了吧 快起来了 你把你的围巾伸给我 围巾 围巾 围巾干吗 你手流血了 那我转你上来 不行 走了 带你去医院 手给我 一 不行 你拉不动我的 你怎么办 你去找轮廉 再来帮我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哥 好 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人内 快 你去一下 丽川的手受伤了 受伤了 在哪儿啊 让我来 丽川 怎么了 伤到哪儿了 在这儿上了 快出来 来 一点小声而已 把他拉下来 自己续练力竟 自己续练力竟 我扶一点啊 你扶住他了吗 我扶住了 快去推 走 走 赶紧去医院 走 赶紧去医院 小车 你现在回房间吧 怎么了 等晚上要陪你去医院 咱们快点去啊 快点 快点 他明确在 你找不到 那 你怎么办 我自己陪他 快点 我先送你去医院 快点 快点 好 小秋 我说你回房间 我说你回房间 你说呢 他 他 他自己去了 他让我照顾你 说你有冤血症 那我们得陪他去医院啊 小秋不行不行 他能够照顾自己的好吗 那万一他出什么情况呢 你知道他去了你家医院吗 不知道 小秋 谢谢 护士 这样吃 对对对 我这样吃 来 谢谢 霓川 怎么样啊 严不严重啊 不严重 一点刮伤而已 你是平血吧 血线的止住没有 那怎么还坐在这里啊 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刚刚找不到电梯 外客在楼上 我上上下下的 头有点晕 头晕的话就歇一下 好吗 我没事 走吧 你不是头晕吗 头晕歇一下好了 我去给你买点水好不好 不要了 不要了 这次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胡闹了 不要睡觉 我保证 你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太好 要不然我们再去看一下医生吧 不用了 我想先回去 早点休息 立川 我正要找你呢 手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受伤了 小伤 你有没有去医院 去了 刚回来 你别跟我说你只看了普通医生啊 我去看砖科了 没记船 我昨天晚上给你那个图 需要改几个地方 不是 我 爱妮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她的手会受伤吗 是不是你没有吵架了 吵架 这 这 不是 是这样的 我 刚才一直和立川在一起 我们 当时在停车场里 然后小球来了 然后来了个 一个 兔子 兔子 对 然后 对 是一只 很可爱 毛泽绒的兔子 然后她突然又跳到那个 花盆里 对 然后突然又飞到那 不是 又跳到马路上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立川就想抓住她 结果就来了一辆车 什么 什么 立川被一辆车撞了 你们被一辆车撞了 不是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垃圾车 你被卡车撞了 没事吧 又被车撞 我在说什么呢 是这样 你们没听懂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然后来了一阵风 结果垃圾就 就 掉下来到 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对了 我没有被车撞 也没有被卡车撞 我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还要画图呢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立川 你真的没事啊 我一 不是说成这样了 不知道 对了 听说今天晚上有台风啊 台风 真的是假的 急急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撤啊 被骗的感受 不好玩吧 小邱 云内 进来吧 这边坐 小邱 这个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是立川家的一个博物馆 是立川的成名座 还多块大奖呢 真好看 真好看 小邱 立川 不是故意要得罪你的 其实你知道事情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她为什么要得罪我 你自己问她呀 她根本就不愿意说 那 我也不方便讲 我其实想问你 立川本来要回瑞士的结果 突然决定要留下来 这事和你有关吗 有 因为我把她护照死了 这么厉害啊 不过 她真的必须回瑞士 为什么 你要是为她好的话 你就让她回瑞士 你可以去看她 我出几票前 你住在我家 你想住多久都行 我可以劝她回去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这个 属于 立川的隐私吧 立川是一个特别顽固的人 要是我告诉你的话 她会和我绝交的 她一直都有贫穴吗 很久了 很严重 不太严重 小事 那车祸呢 什么车祸 就是关于她的腿啊 那个 特别严重 那时候 差点死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十七岁吧 后来呢 什么后来呀 我是指四年前 她为什么突然又从上海离开 是因为家庭危机呢 还是因为经济危机 应该就是 正常的工作调动吧 瑞妮你也跟她一起骗我 对不对 小秋 疾病是社交的大忌 我们尽量去避免它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在现在这种 你争我夺的社会里 谁也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 尤其是个男人 她有跟你提起过我对不对 好多次 我还看过你照片呢 你成人的时候 发了一张在email里 小秋 你来苏黎世吧好吗 我家离立川家真的特别近 咱们可以一起去滑雪 你知道吗 她一条腿滑得比两条腿的人还好 不用了 不用了 立川她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 她说她现在喜欢的人是Jeanette Je...Jeanette 怎么可能有误会 什么误会 我别的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清楚 那就是 立川一直喜欢的那个人 是你 是你 你有人找我 我先走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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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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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运的石油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来 怎么样 好 你说田小高 会不会一喉血喷出来 不会 她们叫我裤子 对了 还有三十分钟的那个 记彪铲权处我来写 写完之后 交给叶静雯去翻译一下 我已经写好了 我应用了很多 试小修翻译的资料 给她弄吧 会比较快一些 可是 立川 你都忙了三个通宵了 快回去休息 剩下交给我们 好吧 那我的事情都做完了 你们再辛苦一点 要记得 明年十点钟准时交标 好 睡吧 休息吧 这一块啊 在这儿呢 你看上面还是不错的 GMF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进展哪 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不过 从罗尼川的房间里面 通宵达旦这一点来看 应该还没有改完 听说 他们找了一个景观设计师 建奈特苏 对 你这事啊 从杂志上见过啊 他们一起设计的一家酒店 刚得了一个设计大奖 那得大奖是过去的事 就看这次了 离截止期应该没几天了 到时候交不出图 他们可就自断期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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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得了一个设计大奖 那得大奖是过去的事 他们是能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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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那么顺吧 万一发生点别的意外呢 我是说万一啊 他们又对那能交出来的 sing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再睡吧 好 锦表阐述的一稿我已经收到了 我觉得李川需要二十分钟左右来熟悉一下上面的中文 这样吧 让安妮一块来 反正答辩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翻译的嘛 我反对 安妮现在有泄密的嫌疑 我觉得她应该受到严格监控的 所以呢 我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看她还能使出什么花招来 你通知一下安妮 让她准备一下 好 那我去叫李川 不用了 反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让她再睡会儿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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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帅 李帅 起来了 李帅 你去吧 几点啊 不是三天迅时十点 现在已经九点二十了 大家都等你呢 起来吧 怎么闹走没响 可你想过了 你怎么那么烫啊 发烧了是吧 顾如 你不要测一下 没事 没事 测一下测一下 三十九度七 走 去医院 不用了 表演我再去 我可以顶着做 别管他了好吗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现在不去表演 我们就会被取消资格了 你懂吗 大家的辛苦都白费了 张绅华可以替你的吗 还不及了 我说我的证明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他造成念的话 他是不会用的 更别说回答问题 李川 我说过几次了 你的命比表演要重要啊 你的楼下等了 我马上来 去啊 这是你讲稿的译文 你看一下 有些地方我标了PE 然后那些黄色的标记部分 是专有名词 你要注意一点 谢谢啊 谢谢啊 为什么我还觉得我困了 电话到前面停一下 给你买杯咖啡啊 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咖啡 他正在发烧呢 李川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 我没事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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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死了 哎呦 照车了 照车了 没事吧你 哎呦 走车了 怎么了 走车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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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经刹车了 这不是故意的 那你们赶紧叫车车吧 这是我的名片 四六八千块 你先收拾好不好 有时打我电话 我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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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不送手交通规则啊 他想救到最后的 是他们开车的 就是 他突然穿过来了 他脑粉 Aur Academy才这样 李川 也不让你 李川 李川 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就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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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啊 放手 你别抓她 李川 不要跳 你别追啊 跟你拿这个 这里有点危险 别跑 别再跑 走 走 走 追啊 追啊 巧琴啊 巧琴啊 快走 快帮我拦住他 我说你了 快 谢谢 干什么 干什么啊 他欺负人哪 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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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样了 放心吧 天总 估计他们现在正躲在什么地方哭呢 曾主任 GMF的人到了吗 没有 就查他们了 曾主任 您可得拔好这个关哪 按照规定 迟到了 这个标就作废了 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啊 还有两分钟吧 还有一分三十秒 GMF上海分部交标 曾主任 这个标应该无效 按照规定 必须是公司法人代表亲自送标 它是GMF的法人代表吗 我是GMF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工作证 工作人员可以地标 但是必须有法人签字 字已经签了 小姐 手续合格 谢谢你 辛苦了啊 先休息休息吧 谢谢啊 好 这个拆开一下 你来登记一下就好了 好的 曾主任 这是我们补交的一份书面说明 你们要求将投标底价下降百分之五 正式 好 我把它和投标计划放在一起 把它放在一起 好的 好 喂 王总 标书已经送到了 对 刚好赶上 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好好好 那你们赶紧过来吧 嗯 再见 好 好